接下来这个案例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高雄有一名61岁的陈姓男子 趁着今天上午的好天气和朋友相约爬寿山 结果到了傍晚要下山的时候 疑似因为气温奏降 整个人昏厥倒地 头部撞击到岩石鲜血直流 消防队员立刻出动吉普车 把伤患带下山 送一急救 这部男子的女儿接获报案呢 赶紧赶到医院 不断地哭泣大喊要救救自己的爸爸 悲伤的情绪让人不忍 不过男子最后还是回天法术